大家好,今天我们讲鸦片战争 关于这场鸦片战争我们概括地说 就是西方国家在航海技术成熟之后进行地理大发现 构建了新的世界的贸易体系 在18世纪,英国成为了新的海洋霸主 西方的海上势力扩张到东方之后,跟清朝进行贸易 当时的清朝只有广州一口通商 英国想要跟清朝全面通商 但是清朝不愿意全面通商,清朝本身它也没有通商的需求 英国又发动战争,用大炮打开了清朝的锅门 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 发动战争的理由是清朝禁烟没收了他们运到中国的鸦片 这个理由其实是个借口 英国的目的是要跟清朝全面通商 把中国拉入到西方的贸易体系里面 中国加入到世界的贸易体系 从现在的视角来看是好事 但是这整个过程,中国复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因为中国是被人家硬逼着用武力打开的国门 今天我们就讲讲英国和清朝贸易的过程 这中间有很多细节非常值得深入的来探究 在清朝时期 英国和西方国家 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主要是丝绸、瓷器和茶叶 其中茶叶是最大宗 茶叶从17世纪就进入英国了 茶叶刚进入英国的时候卖得很贵 是贵族才能消费的东西 即使在贵族的家里 茶叶也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那珍贵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看过有一本书叫《加勒索的茶叶盒》 这本书里面记载了一个小故事 说的是 英国有一个著名诗人叫威廉古拜 有一次他去拜访他的朋友赫斯基斯小姐 赫斯基斯小姐没在家 威廉古拜哭作了一天 最后忍无何忍 他给赫斯基斯小姐写了一封信 信里说的是 您把茶盒的钥匙带走了 让我一天都没喝上一口茶 这个故事的重点呢 是茶盒的钥匙 茶盒居然是上锁的 而且上了锁之后 主人还要随身携带 从这个细节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当时的茶叶在英国的贵族眼里 也是很珍贵的东西 他们给茶盒上锁 主要的目的是怕仆人私下偷喝 英国的上流社会 在社交的时候 招待客人都是当着众人的面 拿出钥匙打开茶盒 这能显示出来招待的隆重 茶叶在当时是绝对的奢侈品 他们把茶叶称作来自东方的仙草 喝茶用的器皿也是从中国进口的 英国甚至发展出了下午茶文化 在喝下午茶的时候 拿出特别漂亮的茶具 冲泡来自东方的仙草 满满的都是仪式感 随着英国财富的增多 喝茶这种本来属于上流社会的爱好 也逐渐变成了中产阶级的爱好 再后来连工人阶级也开始喝茶了 茶就开始变成了全英国都不可缺少的饮品 当茶变成英国人的生活必需品之后 需求量就大了 英国茶叶的进口量也越来越大 在鸦片战争之前 英国进口的茶叶主要是五仪茶 每磅的价格是两县令六便士到六十县令不等 这样的价格对于一个生活必需品来说 实在是有点太贵了 不过贵得接受 因为当时的茶叶只在中国才能买到 对于英国来说贵还不是主要问题 更主要的问题是 英国对中国的茶叶需求量很大 但是英国的商品却没有什么是中国所需要的 当时中国的普通人几乎不需要西方能产的任何东西 只有自鸣钟啊鼻烟这类消遣的玩意儿 中国的皇族和贵族会买一点 需求量也很小 后来卖到中国的东西又多了一点 有来自印度的棉花 还有来自南洋的胡椒啊白果仁儿 但是这些中国进口的产品 跟出口到英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相比 完全不成比例 所以中西之间的贸易基本上就是西方从拉美秘鲁进口白银 然后运到中国用白银这种硬通货来购买中国的茶叶和其他产品 当时英国来中国做生意的主要是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首先它是一个公司 它是完全以盈利为目的的 对于他们来说靠茶叶贸易他们发了大财 但是呢在面临国内对华贸易入超压力的时候 东印度公司也很尴尬 而且呢这样的茶叶贸易需要他们先到美洲采买白银 然后再运到中国成本也很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东印度公司想了很多办法 首先呢他们想自己种茶叶 他们自己要是能种成功就不用在中国进口了 英国本土肯定是种不了的 他们把茶树的种子就拿到了孟加拉市中 当时孟加拉一带也都是英国的殖民地 但是试了好多次 市中一直都没成功 没办法只能继续在中国购买 那既然只能在中国购买 他们就想找一种也能大量的卖到中国的商品 这样呢就能抵消茶叶进口造成的巨额入潮了 那英国人就把他们生产的棉纱 他们生产的纺织品都带到中国来 他们还托中国的通事给打了广告 结果呢都是无人问及 中国人几乎不需要西方的任何商品 不过英国人当时并不认为是他们的产品没有人需要 而是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全面的通商 他们的商品受到了广东一口开放的限制 他们觉得中国如果全面通商了 他们的工业品就会有效路 所以呢当鸦片进入到英国人视野的时候 他们就找到了最好的可以输入中国的产品 英国人也不是一下子就发现鸦片可以输入中国的 这有一个过程 鸦片进入到中国是很早的 我们在宋代的文献里面就看到过鸦片或者英素的记载 当时鸦片是用来做药材的 孟加拉和缅甸是鸦片的主要产地 中国人基本不种鸦片 宋朝的时候就有人进口鸦片 进口之后是拿来当药用的 明朝和清朝虽然都有过海禁 但是福建和广东沿海 尤其是福建 一直都有人在走私 鸦片也是一种走私品 因为国内有需求嘛 当时国内的需求主要是药材 不过那个时候一直没有人抽鸦片啊 到了乾隆年间 福建就有人开始拿鸦片当烟抽了 中国人抽烟是从明朝时候开始的 烟草也是从外邦传进来的 所以当时要养烟 到清朝的时候 中国人抽烟就已经很盛行了 连朝中的大臣都在抽 季晓兰就有个外号叫季大烟袋 那烟草最开始是从外面来的 但是中国人抽多了之后 就开始自己种了 抽烟草和抽鸦片可不一样 首先 烟草虽然也有瘾 但是瘾没有抽鸦片那么大 而且对身体的伤害也没有鸦片大 第二呢 烟草很便宜 中国农民自己就能种 虽然占了点耕地 但是成本很低 鸦片就不一样了 鸦片是靠进口 鸦片比烟草要贵得多 很多人一上瘾之后 很容易就抽得倾家当产 你要是家庭富裕 不用干活 家里面能公正抽还行 你要是普通的农民 抽完之后当时感觉很精神 但是长期下来 劳动的能力损化很大 消费又很高 一个家庭很容易就被抽垮了 所以鸦片对中国下层的社会 强害是非常大的 中国最开始只有福建 有一少部分人抽鸦片 把鸦片放到烟袋锅里面 就后来大面积的人都开始抽鸦片 是从家庆开始的 家庆皇帝发布一个命令 让全国开始禁烟草 当时中国人抽烟草很普遍 不仅是老百姓在抽 皇亲国戚 朝廷大臣都在抽 家庆呢 他就觉得烟草这东西 对国家一点好处都没有 而且还占土地 土地原来种烟草了 种的粮食就变少了 如果能把烟草戒了 那粮食的产量还能多点 我们知道 清朝到了嘉庆年间的时候 国库已经开始比较空虚了 嘉庆也是想省钱 他就开始禁烟草 嘉庆他不是第一个禁烟草的皇帝 但是他禁得比较严格 他下令把农民种烟的土地都给产了 那这一下子不能抽烟草了 福建抽鸦片的风气就流传出来了 那些没有烟草可以抽的烟民 就开始抽鸦片 鸦片当时没有筋 抽鸦片效果还更好 只要抽一点点 就比抽烟草还要精神 鸦片就成为了烟草的替代品 鸦片成为烟草替代品之后 问题可就大了 首先 鸦片的进口量变大了 中国鸦片的进口量变大了 英国商人就发现了 这对他们来说可是个好事 鸦片都不用从英国本土来运 从孟加拉就能往中国运 英国的成本可以省好多 而且重点是 终于找到能卖到中国的产品了 英国就开始一船一船的 往中国运鸦片 以前英国商船来中国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拉了小班船的白银 走的时候再拉上一整船的茶叶 现在好了 不用运白银了 直接运鸦片 中英之间的贸易 中国从一开始的白银流入 慢慢达到了几乎持平 到后来 中国输出的茶叶 瓷械丝绸 所有输出的商品加到一起 都抵不过鸦片的进口了 中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 发生了逆转 中国商人必须用白银来买鸦片 中国变成了白银的流出 最开始的时候 朝廷对鸦片完全没有警觉 在嘉庆年间 鸦片一下子又多起来了 鸦片这种东西还可以自传播 而且一旦沾上就很难戒掉 其实鸦片是属于毒品 但是又不像后来高纯度的毒品 它短时间内毒性没有那么大 一个人只要一牺牲鸦片 就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客户 无论价格卖得多高 他都得卖 嘉庆末年的时候 朝廷就发现势头不对了 开始禁鸦片 但是已经晚了 禁鸦片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首先中国已经有了大量吸鸦片的人 有很大的市场需求 这个市场需求 跟一般的市场经济还不一样 一要是一般的商品太贵了 你买不起 你就少消费点或者不买了 但是鸦片不行 鸦片是毒品 你一旦沾上了 不买是不行的 第二 卖鸦片这个商业 整条产业链都获利 而且利润还很大 对于英国商人来说 他们把鸦片从孟加拉运到中国来 鸦片在孟加拉很便宜 卖到中国却很贵 英国的商人可以赚很高额的利润 同时呢 他们还解决了英国贸易入潮的问题 对于中国商人来说呢 当时跟洋人做生意的 主要是广东的13行 当然啊 也有一些福建和广东的渔民在走私 对于这些中国商人来说 他们本来是帮洋人采购中国的商品 比如说采购茶叶 那英国来一次 我就赚一次钱 现在你来了 你不仅采购茶叶 你还卖鸦片 我再帮你卖鸦片 我又赚一次钱 等于是西方的船来一次 原来我只赚一次钱 现在呢 我可以赚两次钱 这些商人当然很开心 这些航商可不管 白银是不是会外流 能多赚一倍的钱 对他们来说 才是真的好 那对于沿海的水师来说呢 越进鸦片 他们越开心 因为官方一进 走私就变多 走私变多了 他们可以收的贿赂就多 当时的广东的水师 福建的水师 跟走私的渔民和海盗 基本上都是一伙的 朝廷进鸦片 走私抓到盐的时候 运鸦片的外国船 根本就不靠岸 当时在广东和福建的沿海 鸦片贸易非常成熟 运来的鸦片 好多都是按照订单来发货的 外国商船 开到指定的交易地点 中国的中间人 就会划着小船 到大船上去收货 这些小船 当然都是走私船 还有一些鸦片呢 是外国商人 把鸦片直接运到一些 传统的交易地点 到了交易地点之后 自然会有走私鸦片的 鸦片贩子到现场来交货 这些交易地点 当然也瞒不了中国的官方 所以呢 在交易之前 经常有水师 或者衙门的人在场 官府的人呢 照例也会出示皇帝的禁令 但是呢 只要这些交易的人 把该交的贿赂都交足了 交易就可以正常进行 所以呢 整个鸦片行业 所有的环节 都是大转特转 真正召集的是朝廷 朝廷召集有几个原因 第一 中国是银本位的国家 白银外流是很严重的事情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平银国 它无法靠自己出产的白银 来支撑自己的货币体系 所以中国从来都是 往外面卖东西 往外卖东西呢 就会有大量的白银输入 中国的白银才不会匮乏 当时的老百姓 日常生活基本上是不用白银的 他们用的都是铜钱 但是老百姓在交税的时候 就必须兑坏成银量 白银缺乏 银对铜钱的比率就会升高 银价上升 百姓的负担就重了 征收的难度也增加了 这个后果就使得很多地方 都产生了抗税的暴动 就很严重的危害到了社会的稳定 第二呢 当时很多的将领和士兵都抽鸦片 他们越抽身体越差 朝廷就有人担心 说中国的军队再抽下去 就没法打仗了 当时的林泽许就上授 他说的是 鸦片流毒于天下 则为汉甚至 法当从严 若游谢谢时日 事实数十年后 既无可以御敌之兵 且无可以冲响之银 林泽许说的 无可以御敌之兵 无可以冲响之银 他说的就是 几十年之后 士兵都抽鸦片 抽的都打不了仗了 百姓也换不起白银了 也没法交税了 我们这个天下就完了 我们说呀 林泽许他是站在 帝国统治者的视角来考虑问题 清朝的时候 中国是帝制国家 统治者和老百姓 其实是分开的 朝廷考虑的 不是老百姓抽鸦片 对身体健康的损害的问题 而是鸦片这个问题 会不会影响到 我对老百姓的统治 要是士兵都不能打仗了 百姓一出现暴乱 我就没法镇压了 要是老百姓都交不上税了 那社会也会出现大问题 而且当时的统治者 还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农民都抽鸦片了 劳动力就受损了 清朝是农业社会 人就是生产力 人要是都抽鸦片 抽的身体不行了 劳动力肯定会受损 这也是个大问题 所以朝廷是从统治的角度来出发 觉得这么下去肯定不行 事实上 鸦片对中国的伤害 对底层老百姓的伤害 是最大的 老百姓抽鸦片时间长了之后 劳动的能力损耗很大 他们的家庭消费也很大 一个家庭很容易就被抽垮掉了 虽然统治者呢 他基本不是从民生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但是白银外流确实是个大问题 当时朝廷的大臣们 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基本上朝廷有两种意见 一种是严禁 一种是迟禁 严禁就是坚决禁止鸦片交易 严禁派的意见呢 光明正大 而且很富有道德感 迟禁派的意见 看起来倒是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尤其是对官场的情况 了解更为深刻 那迟禁派其实还有一个 不能在台面上说的方法 就是清朝允许自己种鸦片 中国要是能自产鸦片了 就不用进口了 白银外流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所以 不管是严禁派还是迟禁派 他们都主张的是白银不能出口 就是不能用白银来购买鸦片 大臣们看问题看得都很清楚啊 真正对清朝的统治产生威胁的是白银外流 当时的道光皇帝更倾向于严禁 大臣们都很会揣摩皇帝的心意 朝廷里面严禁的声音就占了上风 最后就定下来了要严禁 那被派到广东禁烟的是林泽许 林泽许是一个能臣 道光皇帝很喜欢用他做事 当时林泽许是湖光总督 他被道光皇帝一指任命 作为钦差大臣到广东去禁烟 那这个差事派给林泽许了 朝中有很多满人的大臣就很不高兴 嘉庆道光年间 清朝的政治面临着一个转折 这个转折就是满人大臣的能力越来越不行了 汉人大臣有抬头的去世 那满人大臣和汉人大臣就有争功的这个心理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林泽许被派的这个差事 这就为日后林泽许被彻职查办 埋下了一个伏笔 林泽许对禁烟这个任务 他是很有信心的 林泽许他首先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 那其次呢 他认为鸦片禁不住 是地方官吏玩忽之手导致的 是兵丁贪赃王法导致的 只要他到了广东之后 严爪把广东给禁住了 其他的地方就好办了 林泽许到了广东之后 他的观念就有了一些变化 他发现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 林泽许感觉到了英国人的阻挠 可能是禁言最大的障碍 他发现外国的伤出很大 而且也装有火炮 炮位还很多 先不说广东官吏严重腐败的问题 就是官吏不腐败 广东水师的火力 可能也打不过对方的商船 当时禁压片的命令下达之后 有的外国商船赖在港口不走 广东水师的军管 他们不是调动舰船将他们赶走 而是央求通事 请他们写信给船主 求他们走人 以免危及到自己的功名 林泽许为了一探洋人的究竟 他还特地去了趟澳门 林泽许在澳门收集了一些西方的报纸和资料 开始着手编辑四周志 四周志就是描写西方各国的情况 林泽许还通过澳门买了一些西方的大炮 买了一艘英国的商船 林泽许后来被称为睁眼看事业的第一人 其实他看到的东西都还是比较表面的东西吧 从报纸上得到的情报 显然不足以让他理解西方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在林泽许到广州来之前 西方又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 蒸汽机轮船已经问世了 英国的舰队更加灵活和稳定了 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 英国政府对东方贸易的政策改变了 1833年 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 设置了驻华商务总监 在这个政策改变之前 英国方面一直都是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对华的贸易 而且中国方面一直也都是13行垄断了贸易 所以中英两边的贸易 其实是东印度公司对着13行的行商在对接 那现在英国政府的政策改了 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 派出了驻华商务总监 这个驻华商务总监是代表英国政府的 这个总监他就想要跨过13行 他们要直接的跟中国政府对话 那广东的政府呢就是不理他们 不管什么事都让他们去找13行 英国两任总监 很多次的请求要见到广东政府官员 都被置之不理 林泽许的时候 现在已经是英国的第二任驻华商务总监了 这任的总监叫易律 易律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 他对中国的官员早就憋了一肚子火了 林泽许这次的禁言 比赛之前任何一次的禁言都要严厉得很多 林泽许掌握了截至梁广水师的权力 他还得到了广东水师梯度冠天培的鼎力支持 林泽许召集13行的航商 颁发了一道严格的命令 让他们责承外国商人撑交鸦片 林泽许命令航商传运给外国商人 说三天之内将船上的鸦片全部上交 并且要签署合同 保证以后不再贩卖鸦片 三天很快就过去了 外国商人并没有遵定 这些外国商人都已经习惯了 广东当局雷声大 有点小的这种恫吓 他们觉得呀 这就是广东的政府变相的索取贿赂的方法 他们根本就没当一回事 但是林泽许这次是玩真的 他立刻终止了一切的中外交易 并且封锁了医馆 断绝了对医馆的供应 外国商人一开始还不屈服 又是三天过去了 他们终于意识到了 林泽许是来真的了 被困在医馆里面的外国商人 压力就越来越大 驻华商务总监义律 他想了一个方法 他就劝说英国商人都交出鸦片 受到的损失 由他代表英国政府加以担保 有了这样的担保 英国商人当然非常开心 英国商人就把鸦片都交给了义律 由义律上交给林泽许 义律一共上交了 20283箱鸦片 义律这么做 就等于是把隐藏在幕后的英国政府 推到了前台 他在这么做之前 并没有请示他的政府 事实上他也没法请示 英国本土太远了 他就自己做了决定 他做这个决定 也带有存心 要把事情闹大的这个心理 他到中国来这么长时间了 一直都见不到中国政府官员 把事情闹大了 就肯定是中国和英国政府之间的交涉了 林泽许在收缴了鸦片之后 就有了虎门硝烟的胜举 洋人看到鸦片居然真的被销毁了 他们也是很惊讶 按照洋人对中国人的认知 硝烟很可能就是一个幌子 鸦片居然真的被销毁了 这就改变了 他们对林泽许禁鸦片的这个看法 不过英国商人并没有因此 就变得很公顺 反而东印度公司派了两艘小战舰过来 对广东的水是频繁挑衅 双方就发生了很多次冲突 规模最大的一次冲突 就是川比海战 水师提督关天培 亲自率领舰队 去迎战英国东印度公司派来的两艘小战舰 战斗的结果是关天培的舰队大白而归 那这场失败 林泽许当然不敢如实上报 他上报朝廷的时候 给奏报成了清军获胜 不过林泽许他也被激怒了 他上搜道光皇帝 说干脆要求断绝和英国之间的贸易 驱逐所有的英国舰船 林泽许和道光皇帝都不知道的是 由于林泽许的这次硝烟 由于一律上交了鸦片 英国政府终于找到了开战的理由 1839年8月 中国禁烟没收英国商人鸦片的事情 传到了英国 英国的舆论就哗然了 酝酿已久的 对中国开战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 英国国会正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 这时候的英国已经不是17世纪殖民大扩张时代的英国了 英国自身的道德标准也有了一点进步 为了鸦片贸易而开战 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在议会的辩论中主要分成两派 一派是支持开战的 一派是反对开战的 支持开战的是英国的商会 商人是利益优先的 英国是一个工商利国的国家 推动战争的就是工商界 商人们在辩论会上振振有词 说中国的政府行为损害了他们的正常贸易 他们为什么说鸦片贸易是正常贸易呢 因为鸦片贸易是经过英国国会批准的贸易 所以政府必须要为此负责 也有商人说 即使英国不往中国运鸦片 中国人还是会需要鸦片 是中国人自己要抽鸦片 又不是我们强迫他们的 再说了 如果不对中国输出鸦片 那么用什么来抵消英国茶叶进口的入钞呢 还有人说呀 鸦片虽然不道德 但是不能随便让别人剥夺我们的私人财产 这种情况我们的政府必须得有所反应 私人财产是不容侵犯的 这些都是支持开战派的说辞 那反对开战的呢 主要是英国教会的力量 英国的教会是最先意识到鸦片的毒害的 英国的传教士很早就在中国传教了 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很深 我们知道呀 鸦片对中国的戕害特别大 那时候在中国的传教士 对中国人吸鸦片很反感 传教士说 英国商人卖鸦片是一种罪恶 教会的声音是对道德的呼吁 但是呢 最后的结果是 现实的工商业压倒了道德的呼吁 英国议会经过长时间的辩论 最后以271票赞成 262票反对 通过了对中国开战的决议 271票比262票只多了9票 可以说是微弱的胜利 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利益获胜 道德先放一放 英国发动战争的目的 卖鸦片还不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他们更希望的是能够跟中国全面通商 让中国开放市场 对他们的工商业品开放 我开通了1921年到1945年的历史专题课程 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了解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继续分享鸦片链证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